近期中共從中央到地方的官方媒體忽然集體刊登一篇 43年前的舊文 題為實踐涉典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6月4日至7日 中共官媒又陸續刊文 告調宣傳此文作者胡福明和文章出路的過程 然而所有文章直至未提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名字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於1978年5月11日 刊登在中共黨媒《光明日報》頭版之後 在全中國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中共說這場討論衝破了兩個凡事的嚴重束縛 在中共黨史上具有深遠意義 為中共之後的統治路線充當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當時以時任中共國家主席華國鋒為首的一方堅持實行 兩個凡事理論 另一方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欲推動改革 於是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理論來突破意識防線 最後華國鋒失勢 鄧小平一方得勝 目前正是8964事件32週年之際 中共官媒這個不尋常舉動引起了廣泛關注 有中國問題專家表示 中共此前宣揚毛澤東理論 出現了文革復辟的跡象 官媒此舉或許是中共黨內的一些自由派 或反對派正在反撲 說明中共黨內出現了空前的分裂 然而中共官媒在所有發佈的這些文章 或是報導中 即至未提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名字 而胡耀邦 卻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一文審閱定稿 得以看法的關鍵人物 他的世世 即是引發8964事件的導火線 1978年12月 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 兩個凡事 在這次會議上被徹底否定 中共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理論 此會議實際上 也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 中共中央領導集體 近兩年來 深陷嚴重危機的中共日益向左轉 出現向文革回歸的趨向 大紀元專欄作家資深媒體人石山 向大紀元表示 這次中共官媒集體宣傳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說明中共的宣傳口 或黨內比較靠自由派的 這批人現在正在反撲 因為前一段時間 中共的宣傳吹捧毛澤東 出現了文革復辟的現象 向左轉的非常厲害 這個實際上是對此進行的反擊 石山說 這是中共黨內的一個很重要的跡象 講明一個很大的問題 中宣部的核心現在肯定是換人了 也就是說王滬寧估計已經失勢 這件事已經存了很久的時間了 從這些跡象看來 我估計這件事是真的 旅美中國問題專家貴達 也向大紀元表示 這個現象表明 中共的內部已空前分裂 貴達說 中共官媒在六四的時候 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提出來 這樣對中國的政治動向來說 極度不尋常 它顯然是對現在極左的這一套的反對 是對當局的一種反對 這個言論提出來最起碼是對現實不滿 對中國的現狀極度不滿 貴達說 這種不滿 甚至在當局的新華社 這種黨媒上放出來 說明它黨內的鬥爭已經非常激烈 是中共內部的分裂已經到了一個白熱化的程度